字幕志愿者 李宗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一 是呀? 你是誰呀? 在下是禮儀使者 兩位姑娘, 行會行會 禮儀使者? 那你就認識很多中華傳統禮儀 對了, 我們最近在找相關的資料做研究 可不可以教我們呀? 當然可以, 我們邊談邊談 好呀 尼納者不出中間 我知道, 意思是說兩個人並立時不在中間穿過去 是出自禮記曲禮償的 正是 我還知道這句古語的上一句是 尼坐尼納, 無謀參言 即是兩個人並坐或者並立時 其他人沒有插入其中 是啊, 其實都可以套用到現代 現在大家都喜歡拍照 但當我們見到其他人拍照的時候 就不要在中間穿過了 嗯, 其實中華傳統的行走禮儀 亦都可以引伸到現在的開車當中 司機應該要禮讓行人 下雨的時候就要減慢車速了 中華禮儀對人的坐立行走 都有相應的要求和規範 立、端、正 站立的時候身體要端正 行不差而觸不跌 視平衡若驚坐 坐在這裡的時候小腿並攏 雙腳不要交叉 坐在這裡的時候如果雙目平視 這種坐姿稱為經坐 物機具, 物搖臂 坐下的時候雙腳不要張開 行以微慶之容 鼻不搖吊 肩不下上 身此不則 鬆容而飲 行路的時候身體應該微微前傾 注意不要大幅搖擺雙臂 肩膀也都不移忽上忽下 應該鬆容而行 在日常生活中 一個人坐立行走的姿態 其實都反映著他的生活態度 沒錯, 所以在不同的場合 我們都應該要注意自己行路的速度和姿態 大家同一齊做個禮儀是者 大家除了像以上的影片一樣 注意行走禮儀之外 在公共場所 我們亦都要遵守長者先、幼者後的原則 禮讓長者、欠讓他人 出入的時候需要開門 或者開電梯的時候 我們亦都可以幫助長者 以及有需要的人士 真正地做到 在日常生活當中 實踐中華傳統禮儀 我們就會選擇 我們也是這次 改造的 我們又會選擇 自己的節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